给你们惊喜啊 来自美乐的引擎声 Hi Calvin 如果最近你有打算买一台电动车 以我PACO15年卖车进来跟你讲 买了这个牌子就肯定对了 不会错了 做什么 OK Let's go 那不过其实你还可以选择 运动风格的豪华品牌车 就比如 BMW的iX1 走 大家好我是PACO 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很难记的话 可能你可以叫我包裹 那我主要的任务 还是帮你开箱新车 或者是做新车试驾的 那这台车呢 其实我在更早之前呢 在它新车发布会的时候 我有做过这台车的简单介绍 点击下方的链接 可以看看我之前做过的那个影片 那如果最近 你想入手这一台车的话呢 在这个影片中我会跟你分享一些 这台车的几个主要卖点 如果你是宝马的粉丝的话呢 大概你也知道 每一款宝马的车款 它都有一个代号 就好像3 Series 以前的3 Series 可能是E46 然后到E90 都是E字背的 之后它就转款 之后它就变成F字背的 就是F30 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一款F30 之后最新的就是G20 可是这台车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以前它是叫E84 之后变成F48 这台车呢 它不是Gio 它是U11 可能你会觉得很乱 最近的宝马的车款 又IX 又IX3 又XM 什么之类的 你可能会分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台车IX1呢 其实它就是最新的第三代X1 不过如果I的字 在那个宝马的车款的前面的话呢 就代表它就是电动车 所以这台车呢 就是电动版的X1 那每一件事情都有两极化的人的 有些人喜欢吃饭 有些人吃面 那如果你问我这台车 除了电动版的X1 还有其他选择吗 YES 最近刚刚推出了汽油版本的X1 那纯电版本的IX1 售价为285800 和汽油版本的X1 259800 两者之间相差是26800 大概26800左右 到底在这个价位里面 这两台车 你会做出一个怎样的选择呢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那我之前本身呢 在宝马也待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也知道 其实X Series里面呢 X1其实并不是他们的Focus车款 因为大多数的人 来看宝马的X Series的话呢 他们都会看X5和X3 而这一次的X1呢 算是一个强势回归 这一次出现的这个X1 长那么帅 你可以拒绝吗 首先呢 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个蓝边呢 它就是IX1 如果它这里是封闭式的Grill的话 它也是IX1 如果是X1的话呢 它就会是开放式的 再看就是它这个下面的这个Bumper的设计 如果它是M Sport的话呢 它就是IX1 如果它不是M Sport而是X Line的话呢 它就是X1 再来看就是这一个LED的智能头灯 两者都是一样 而15 45的轮胎搭配是19寸的轮毂 前后都一样 那轮胎上呢 有一个小行星 证明这台车是原厂出来的 然后如果以后 你要在BMW 4S店里面换轮胎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它们的轮胎上面 有这个小行星的记号 车尾部分有没有感觉 有一点点的像Baby XM 那在宝马的车款里面呢 如果你是看到X Drive的话 它意思就是全驱或四驱 那如果在电动车上 你看到X Drive的话呢 它代表的就是 它是一台Dual Motor的电动车 那这一台全新的U11 X1 它的内饰 跟上一代的F48的X1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来看看 除了这个Memory Seed的按钮 跟之前一样之外 还有里面的空间 也是差不多一样大小之外呢 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完全改变了 这一个全新的设计的Dash Port 真的是有惊艳到我的 第一个会惊喜到我的 是这个Stairing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Sporty 然后抓的时候呢 手感也非常的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Curve Screen 现在它有了手幅 而且是蛮家常版的 所以你要放手的话 开车非常的舒服 可是它就没有那一个 传统的那种排档感 它变成是一个小波片的 然后比较搞怪的就是 它中间的冷气口 平时都是会有两个的对吗 可是这个是一个大的放在中间 也蛮特别的 再塞了下去的 就是一个电话的那个无线充电 然后还有一点是Add-on Value的 就是Harmond Carden的音响 就是环绕音响 还有就是免费的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后座空间呢是非常绝对足够的 你可以看看我181身高80公斤的 我头顶部位 shoulder 我的脚 都是非常的足够 而且这台只是X1而已 可能X3、X4、X5会更加大一点 可是这台车的内饰 跟那个空间感呢 其实可以媲美X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选择X1的一个原因啦 自己坐在这台车的后座的话 你会感觉到一个蛮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坐后座的时候 你稍微你可以感觉自己是 比前面的人是高一点的 这个设计也蛮不错 就是你坐在后座的话 你很清楚看到前面发生什么事 这次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安全感 这设计可以打个分 那如果你是一名camping 露营爱好者的话呢 这台车肯定你也会很喜欢 首先我们打开后面 这里可以看到有540L的这个行李箱容量 然后后面第二排的这个椅子 你可以全部给它倾倒 那下面这个地方呢 那你打开之后下面你还可以放你的充电器 或是其他的东西 其实你们也没有算过你们一个月 大概为你的爱车打油的费用是多少呢 就我打个比如如果你一个星期打油两次的话 大概是两百块的话 一个月大概就是八百块左右了 而电动车呢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 我一个满充哦 我一台车我可以耐你一个星期或五天至少 那我每次充电大概是多少钱呢 如果你是去外面的那种快充的那种机的话 它每分钟大概是两块钱左右 只需要充一个二十分钟 你就已经是充满了 那二十分钟乘以两块钱的话 大概是一次满充也是四十块钱 算是可以省下了大概五十巴仙或八十巴仙的费用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里 自己安装一个充电桩来充电 或者是在家里的3 pin plug 也可以为你的爱车充电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再加充的话呢 那个费用可能会更低一些 这次我开进去哦 我感觉到满满的高级感 就是它所有的设计 包括它的颜色啊 它的那个它的材质啊 所有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高级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入门版的BMW车 这台车呢很多人就拿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如果这台车它不论拿IX3 可是这台车跟IX3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理念的东西 这台车呢它是一个双马达 然后它最大马力值可以去到313 比IX3更大一些 然后它满充呢可以走440公里 如果你是在DC Charger的那个充电价那边 0到80%呢 你只需要29分钟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我只能说哦 它是满满的宝马的感觉 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 宝马就是好开 它把这个精神哦延伸到 不管任何车系的车型 你知道什么车是最不好开的吗 那就是MPV 所以你看你看看到哦 宝马几乎是没有推出任何的MPV的 因为它不要在它的品牌以下 有任何一个车款是不好开的 这是他们接受不到的 因为他们最主导的就是驾驶 然后这台车哦 当你开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它是双电动马达 也是四驱的 你可以感觉到它车头跟车尾是非常的协调 就算是一些弯 你甚至可以不用slow down也不用brake 你可以感觉到整台车是在你的掌控之中的 而且其实它的wheelbase也没有算很短 可是它开起来就很敏捷 这就是宝马一直在保持的这一个理念 就是操控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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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台车果然很有宝马的味道 它就是那种很坏蛋很喜欢甩尾那种感觉 刚才其实就是有一点甩尾的 不过完全是在掌控之中 完全是在控制之中的 非常的好玩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它非常多的这个减速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走的时候呢 它的反应动作其实有一点点大的 那原因呢 因为这台车是M Sport 如果是M Sport的车型的话呢 它的suspension的调校 怎样都会比较硬朗一些 这对如果你是高速进弯的时候 会更加好 然后这台车呢 也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你 可以搭在你的家人一起 坐上这台车很舒适的出去游玩 就算呢 这台车拿来热厂袋不用的话 比如说你要去一些比较小的地方 这台车也是非常适合 因为它尺寸没有很大 然后这台车还有360 camera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台车开去那些 比较难 parking 比较小的地方 或比较暗的地方的话呢 你都比较方便了 比较容易了 其实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哦 别的比如X1 它其实也蛮受欢迎的 因为它是很少有的BMW里面的前驱车 而且它的价格也比它在上的其他的车款 也是便宜了很多 甚至是这一款呢 它也是维持在三十万以内 就是二十八万 或者是你要买X1的存汐油版 的话就是二十六万左右 它的steering哦 当我坐着它方向盘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哦 我随时很想要跑快的感觉 会有非常的那种倒满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真的是很实在的 你在坐着这台车 所以每一次当你进完的时候 你真的是很有把握的 坐着方向盘 你就可以这样进完了 那如果真的想要买这台车的话 现在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年尾嘛 所以年尾的话肯定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优惠 那个就要自己去4S店那边 或者是陈列那边去可以问问看 然后这台车如果你买的话呢 它其实会给你一个半年的电瓶跑驾 还有六年的车身跑驾 所以如果在你用车的时间呢 有什么大小问题啊 什么三重福迪啊 你都可以把它送进全国的宝马4S店 去进行一个检查或是维修的 加上如果你是要找一台类似这样子 运动型也不要太大的话呢 其实能够选择的电动车也不多 因为大家要买电动车 或是买一些你没有很了解的产品之前呢 你最在意的还是你的博人帝对吗 如果你问我电动车会不会取代能力车呢 我的答案是不会 所以尽管以后可能电动车将会是最大的趋势 但也不是100% 很可能以后会有风力车啊 水力车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大堆 大家都在研究的就是这个 持续能源的这个课题 但是到最后 就算有了这些科技之后呢 那你能接受吗 那内人机的车会被淘汰吗 有可能 但有可能也不会被淘汰 可能他们会推出单车型双车系的一种系列 就好像这一台的 你会可以选择电动版的 或者是你要是存汽油版本的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内人机的汽车呢 会变成高端品牌 就好像手表一样 尽管今天有很多smart wash 但是传统的手表有被淘汰吗 没有哦 传统的手表反而价格更加高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影片的所有介绍与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